妈妈 妈妈 妈妈你干什么呀 我吃饭 那你把水果放在厨房再怎么样 你不是每次碰到那个糖葫芦都要妈妈给你买 妈妈给你买 今天妈妈买点山楂和鸡子给你 制自制糖葫芦 YES 我们试一下才能做成功嘛 行 真的还是一点的 我是真的爱你 咱们来玩水山楂吧 好 你老是叫我妈而已 嗨 大家好 我是那小 我刚刚洗完山楂 今天妈妈说要带我做一个家庭版的冰档葫芦 妈妈 过来 我妈她就喜欢在这儿 你再剥个橘子吧 是吧 好 咱们剥个橘子和山楂吧 行 因为我们家旺美叉子了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用筷子来做 既然是在我家里做的 现在我去拿点筷子啊 我妈妈 你尝一下 看它很甜 嗯 想不甜 挺酸的 我的牙齿都饱了感觉 看见这个 酸山楂和酸橘子 我感觉我都 口水都流下来了 好酸 好 我们今天就用筷子来带铁竹签吧 双小白超大条葫芦 YES 因为呢 筷子太粗了 擦不了 我们就用这个来擦吧 你看像你手月亮一样 你看 两只糖葫芦就做好了 我们现在来做糖水吧 我们先来准备一些糖 先来准备一些水 我先去准备糖 妈妈 你去准备水吧 你去准备糖 跟 跟我一起来吧 快点给你 不然就爆炸了 好了 好喝水 2比1 我们试一下啊 来试一下 能不能成功吧 我没有小火来煮 我们就可以 只要用小火来煮 只要泡泡 上边 发黄一点 我们就可以用糖葫芦 给它做糖 外皮糖啊 这是我的 大大麦克风 快占这个糖衣了 快来 快来 给妈妈一个 你 你 你给我一个 火炸蛋 都是红火蛋 到这道糖水 底下来有点摘不到 这会占两个吧 你占一下吧 你占一下吧 快快快 破烟 哈哈 因为火有点太多 我们的这个有点做糊了 哇 这个真的好黏啊 这个糖一点 我们知道 就成功一点点 走吧 我们去尝一尝 看 我已经有点焦了 这个你知道就和什么糖一样吗 就是像 嗯 天上面这个就是能吹 吹成各种造型那种糖一样 哇 太好吃了 嗯 我再尝一尝 我去给你拿 拿着红糖 过来 我们现在你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家庭 家庭满糖 我们把这个给拿出来 哇 红糖 漂亮 真漂亮 我们现在把这个糖一口吧 能咬得动吗 能咬得动吗 太厚了 这个糖 哇 咬不动了 为什么咬不动呢 这糖算你了 太多了是吗 都是冰糕吃 嗯 这个家庭版的糖糊 和外面不太一样 这个很甜 可以吃 可以动过冰糕来吃 因为我们这个糖放太多了 对 不是用那个泡泡做的 所以说今天晚上制作失败了 失败了 不过这个可以 当冰糕来吃 你看 直到今天有一盏糖一 晶莹剔透的 金黄金黄的 大家看 哇 拿下来 我这个真的很黏 还放着脆 妈妈还没有吃 我给妈妈送一点点吧 妈妈来 你 还行其实 太油了 就咱们这个太粗了 没有权料到糖 你看 太脆脆的 对 人家那个是脆脆的 啊 这个是黏黏的 辣椒 你看 你看 糖太多了 我刚刚吃就是 麦芽糖一样 嗯 放这个山椒挺好吃 酸甜可口 嗯 虽然说失败了 但是味道还是可以的 是吗 这样子要 来 我给你多吃一个狮子 山椒要不要 来 我给你把这个腿 扒下来 妈妈 你来尝一下吧 好的 来总结一下 这是今天这个 糖葫芦 它这个 你看 糖也太厚了 有点粘牙 对 粘牙根根根的快包 我的脂肠给捏 粘得脏不下来了 嗯 嗯 妈妈 但是妈妈 还是让我知道了 家具们的糖葫芦 谢谢妈妈 妈妈爱你 没事的 是不是 就是成功的 妈妈 好了 今天的本期节目 就分享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话 只得给我一个 亲爱的朋友 拜拜 妈妈 没有开手机了 闯游戏 拜拜 嗯 嗯